HAPPY BIRTHDAY MR. SAKAMOTO 日本作曲家版本龍一曾抱出無數繪迫人口的電影配樂 上個月她在網上為大家送上 《戰場上的快樂聖誕鋼琴獨奏》 今個月就等香港音樂家位即將踏有71歲的她 送上一份生日禮物 日本音樂家版本龍一的電影配樂作品 《戰場上的快樂聖誕》 今次由香港鋼琴加國品文演奏 鋼琴的版本開頭有一個引子 這個引子聽起來好像一個很寒冷的冬天 接著就出現她整個電影主題的旋律 後面那裡會聽到好像回旋曲式發生 回旋曲中間會有一些插段 總共有兩個插段 第一個插段對我來說 聽起來好像是人生的喜樂無常 而第二個插段 因為有這種 這種節奏很不便的 就會好像有一種動力 或者產生一種很堅決的意志力 即是條路究竟幾艱辛都好 你都一路向前走 我自己會聽完之後是這樣的感覺 今次這個音樂會的主題叫做 版本教授 新神快樂 Happy Birthday Mr. Sakamoto 因為其實她生日就是1月17號 所以策劃人跟她比較熟 很想做一個音樂會去跟她慶祝生日 她還以生日歌和版本龍一的音樂 作為靈感創作了這首歌曲 我作了那首Happy Birthday Mr. Sakamoto 我打算通過中間人 這個就是龔志成先生 他策劃的 我問她 阿龔啊 你可不可以幫我 把我這個錄影給Mr. Sakamoto 我當是送給他的 一份小小禮物 好了 他就傳了那個影片給Mr. Sakamoto 然後那幾天後 Mr. Sakamoto真的回覆了 啊 Pretty good Julie is pretty good 然後她說她的improvisation 很musical 和with good sense 那我覺得很開心 版本龍一和今次音樂會的策劃人 龔志成數有交情 今次在龔志成的邀請下 本龍一親自挑選和授權音樂會 所採用的曲目和編曲 今次選擇曲目那方面 不是我負責的 是Mr. Sakamoto自己親自去選 其中有九首 我知道她有一個CD album 是12122020的那個album裡面出現的 我也知道她這個CD 就在疫情期間那裡放了出來 希望藉著她這些音樂可以安撫一下人心 另外還有一隻呢 零零四四單釘出來 不屬於12122020的CD 那首歌叫做Paralibra 按字面的意思應該是詩句 裡面其實很有古典的音樂成份 在裡面 如果大家都很熟蕭邦的音樂 分分鐘在裡面聽到有幾首蕭邦作品的船 在裡面是審了出來的 那至於那些音樂 那些前後次序的那些 就是我自己負責的 那我就會把這一首作品 放到最尾尾 因為呢 因為蕭邦其實是一個 波蘭鋼琴詩人之稱 那我相信到時聽眾 聽完頭九首之後 我最後拿這一首去作結 如果你稱Mr.Sakamoto為日本鋼琴音樂詩人 我都覺得他應該是受點無愧的 這位日本鋼琴詩人 在1987年為電影末代皇帝作曲 他的這一首配樂作品 獲得第六十屆奧斯卡 最佳原創電影配樂殊榮 國品民也是因為這一首樂曲 開始接觸版本龍一的音樂 我小時候都認識這個Mr.Sakamoto 是靠有一套電影叫做The Last Emperor 我爸爸帶我去看 當年我看完之後 我就覺得 嘩 那個音樂怎麼寫得這麼好聽 所以我看完這套電影 觸動到我的心 去欣賞他的音樂 所以我研究了他的和聲 其實The Last Emperor 那首音樂 旋律那方面 其實有很多重複的 都有 但是他重複得來 是有很多和聲的變化 令到我們可以進入到一個 就是沉思的境界 然後就慢慢去欣賞他顏色的變化 然後他中間也都有一些 比較激昂的地方 那我相信如果 那些聽眾是曾經有看過那套電影的話 他都會很容易是 就是想起那套電影裡面的內容 然後再聽回音樂可能 就是那個感觸都很大的 我覺得很榮幸 我有這樣的機緣巧合 可以做這次這個音樂會的Pianist 我也都覺得很有奇妙的緣份 就是因為我說我 一九百幾年的時候 就是由這個Last Emperor 認識這個Mr.Sakamoto 那我買了CD content 我沒有想著三十幾年之後的今天 可以是彈他的作品 還要發現原來他的生日 和我生日的同一月份 所以我覺得和他去慶祝生日之餘 這個音樂會都是我自己的一個禮物 我會在這一生人當中 我不會忘記今次這一場的音樂會 法國藝術家馬里德維爾潘 今次來到香港 舉辦第一次在亞洲地區的個人展覽 他的一系列作品以抽象形式 表達大自然裡面鳥女遷徙的形態 我們現在就去認識一下他 我們現在就去認識一下他 他是在那裡裡的一個移血 總是有一種大雲 的雞在周圍內 經常有一張大雲 我不ジェ história 那名譜對得很邉大 然後那詞 遇到不同国家的人 也要见到很多云 やって了一种各种地面的叻 让你醒一天 如果你温暖到处备 能够好处备 我会被看到这些叻叻叻变 不就是有个云ii 有个始终叻显 有个人当年 calculations 我们会被到香港 我曾经有从印度 我生在美國,然後去巴黎 我長大十歲後,我離開美國 當時有一個主要的,是我的描冊 我用了紙幣,用光滑筆, 所有的紙幣 所以我的練習真的從來 他在人生中也不斷游走在不同的地方 他在2005年先往紐約 及後移居洛杉磯 在當地展開多個音樂項目之後 他最終都決定潛心在繪畫中 但是音樂在他的藏族中仍然非常重要 他來香港舉辦首個亞洲地區個人展覽 會在他父親前法國手上 多米尼克·德維爾潘 和弟弟潘雅德共同創立的藝廊 我幸好有一個兄弟在藝術上工作 我認識很適合說 工作與家庭是很困難 但我非常開心工作與兄弟 他真的押忍了我 很奇怪 因為我感覺到某個部份已經在這裡 或是在不同的生活 但我感覺到這個地方非常接觸 在這個時刻他在香港舉辦展覽 對他來說 亦是和雀鳥非常主題互相呼應 我們終於獲得了 在疫情前前疫情 那些雀鳥的自由 我認為在看雀鳥有希望 在看雀鳥 廣大建築學院一班老師同學生 採取雜本地植物 創造出富有實驗性的圓景設計概念 下星期我們一起去看看 下星期他開始 高雅 他就想錄了 有聲音 他就想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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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人 我也想錄了 很容易 跟他講錄了 重新啟航